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轰动全国的PakSung事件 因为又发现到PakSung本人都不知道的八个保鲜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PakSung从去年开始 因自己的财产问题与亲哥哥一家人发生了矛盾 目前以116页韩币的损害赔偿提高了亲哥哥 而因为力挺亲哥哥的父母 以及对于妻子的谣言等 PakSung度过了很长一段痛苦的时间 但是让PakSung痛苦的事情不只是这些 根据媒体报道 PakSung在与亲哥哥打官司的过程中发现到 自己竟然有八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死亡保险 而保险金的收领人士 亲哥哥嫂子持有100%股份的法人公司 也就是说如果PakSung出事了 这11多韩币的保险金都是由亲哥哥嫂子来收领 据了解这些保险都是PakSung的嫂子一手办理的 而保险公司只是给PakSung打电话确认了而已 而在保险公司来电话之前 亲哥嫂子对PakSung说了 会有保险公司来电话只要说是就好了 因为当时PakSung是100%的信任亲哥哥一家人 而且工作也很忙碌 所以没有详细确认保险的内容 当PakSung在打官司过程中 发现到八个死亡保险这段内容后 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哇 看标题就觉得毛骨悚然 这不是连死了也要剥光他的皮 比起侵占财产 这个更觉得恶心 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可怕 如果PakSung突然出事 那家人不就赚钱了 应该为了避开质疑 所以八个保险金加起来是10亿 如果一两个保险金10亿的话 PakSung应该也会怀疑的 死亡保险金是为了家长突然出事的时候 让剩下的家人们能维持生活耳头的保险 PakSung那时候还没结婚 为什么会需要死亡保险金呢 这真的不是家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防备MNA恶减的BBG 因为MNA喜欢用心笔的表情来恶减 所以 禁止误会 心情很好 然后在休息室 看别团表演的时候 手上也会拿着 正在集中观看 的这个东西 啊 心笔太有魅力了 QQ 看完Q弹变得超超超超好感 多给心笔点出演费吧 真的太好笑了 有良心的话 制作组多给心笔出演费吧 入坑心笔了 本来就知道小女友们的歌 但是对成员们不是很熟悉 看她对团体的爱以及对舞台的态度后 入坑了 心笔继续被恶减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xo的芝麻叶争论 首先为了不太明白的人 重新复习一下芝麻叶争论 韩国有个用GENIP做的小餐 而在吃它的时候 通常会发生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要夹最上面一张的时候 常常会连第二张都一起粘着上来 所以自己家人在吃饭的话 会有人用手把第二张剥开 或者是直接吃两张 但是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吃饭的话 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的男朋友给我的朋友 像这样帮忙夹住第二张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而最近Exo成员们在团统吃饭的时候 也聊到了芝麻叶争论 我们来看一下Exo成员们是怎么回答的 帮忙呀是没关系 可以到哪种程度呢 不能帮忙分开 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于筷子有没有碰到 那开你呢 就算喂朋友吃也没关系 嗯在说什么 Dio你呢 我最近也听了这个争论 如果小菜中有芝麻叶的话 一开始我就会把它们全部分开 绝对不能造成引起争议的环境 Dio好可爱 看影片的话 Dio是 为什么要用这个来争论呢 这种感觉 应该是更不喜欢用芝麻叶来吵架这件事情吧 Dio好期待 rii girleng oh 宝贝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